好来看到代表公司捐赠1000支新冠肺炎快筛剂给凤林镇 由镇长肖文龙代表接受 肖镇长表示非常感谢丽阳能源公司来解决民众快筛事剂的燃眉之景 镇长肖文龙表示 随着疫情的严峻 民众对于快筛剂的需求大幅增加 虽然有实名制的快筛剂可以购买 但是数量与时间限制 他非常感谢丽阳能源公司捐赠1000支的快筛剂 政工所将结合各里里长、正名代表 将这些快筛剂分送给需要的民众 局势就是我们地方的大家都劝快筛剂 那还好丽阳公司来送给我们1000支的快筛剂 丽阳公司是在我们环保科技连续防备那里 要做太阳能 以后是一个丽阳的公司 会在我们地方上 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今天还好呢 我们丽阳公司呢 及时也送1000支疫苗来给我们 吴正荣者表示 丽阳能源为善尽社会责任 以陆续捐赠超过5000剂的新冠肺炎快筛剂 由于东部快筛剂取的不易 老年人口众多 希望透过这批快筛剂捐赠 一起守护凤林镇的乡亲 公司考虑到就是花东这边快筛剂采买也比较困难 然后再加上部落的风年剂也快到了 那老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提供了200剂的快筛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以强化他们的防疫量 那也让那些返乡的青年们 在参加风年剂前也可以做个快筛 那让老人家在外出前也可以做个快筛 保障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买多久才买长 要排队耶 要排很长 是是是 可是你要早啦 早一点排就比较容易 丽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在各里里长的见证下 副里吴正荣 亲手将1000剂的快筛剂捐赠给凤林镇公所 由镇长萧无荣代表接受 同时镇长萧无荣也代表凤林镇公所 资政感谢状给丽阳能源 感谢他们的疫情 记者凌杰 封林镇采访报道